台铁平溪县因为四日在喉童段的边坡滑落状况 导致列车无法顺利在平溪区营运 对当地交通成了一大棘手难题 不仅民众跨区工作上下学困难 以观光为主的产业也大受影响 因为夏天那时候都没有下雨 现在秋冬来每天一直下 晚上下得比白天大 一直下一直下就三分了 三分就造成这边很不方便 读书也不方便 出去上班也不方便 像前天假日客人来很少 上个周末比没有五分之一 像今天你看都没有客人 今年冬季相较往年更为多雨 游客本来就少 再加上火车停驶后 老街上几乎没什么游客 小吃店还有在地人捧场 但天灯等礼品店 生意相较上周不到两成 火车站附近也不见人潮 店家几乎都拉下铁门休息 新北市平区区公所因应台铁的铁路 在瑞芳活动之间因为土石崩落 造成整个的通行中断 延长到所谓的13号 那我们发挥紧急应变的一个机制 然后提供民众从12月7号到11号 一样是每天早上增加两个班次 以及从平溪出发 然后晚上的时候 从这个瑞芳车站支援两个班次的一个车辆 然后应用我们自己公所相关的经费 来做这个整个一个调度 原本台铁预计在8日就能敞通平溪县火车的营运 但因为停驶时间延长 导致区民对外交通不便的状况更为严重 为此平溪区公所发挥紧急应变的机制 加开12月7号至12月11号 早上晚上各两班的接驳巴士 来往平溪区金童 平溪 陵角 庆河 石芬至瑞芳火车站 区民可多加利用 改善台铁证实停驶的不便 记者是浩文平溪采访报导